书馆开书,咱们书接前文 前文书啊,咱们讲了一下 第四次青年战争,乾隆皇帝所做的准备 第一段书啊,咱们聊的是各省调兵驰援前线 第二段书呢,我们从这个军契啊 以及这个医疗上特意的针对滇敏局势 乾隆皇帝所着手的准备 其实啊,咱们说完第一天的书啊 就有好朋友问我了 他说这是关键吗? 这打仗打的是什么呀? 打的是粮草钱粮 这乾隆皇帝的钱准备的怎么样了呀? 那么说呢,您要是想听呢 咱们就在这莫分莫分 实际上您就多余替这个乾隆皇帝着急 那什么叫乾隆盛世啊? 咱呀,也别说一个国家了 咱们就拿一个家庭打比方吧 比如说一个家庭 哎,他怎么形容这个家庭的鼎盛时期呢? 那这家里人呢,通常跟别人一形容起来 就是一拍腰杆啊 说那正是我们家泪上硬的时候 不知道您家乡是怎么形容 反正我们家这儿啊 说泪上硬啊 就是说呀 我兜里有钱 腰里揣着钱呢 所以说呀,他就泪上硬 那转而说到一个国家的盛世啊 那无非就是乾隆盛世国库充盈 哎,有钱 实际上啊,在第一次清免战争 流藻时代 这大清国就已经开始着手啊 减免这个云贵的钱粮了 乾隆三十一年扬居征免时期啊 这大清朝廷就开始大量的往云南调拨军须 这里边啊,就有庞大的国壁躺银 广是三十一年到三十二年五月间呢 就调拨了三百万两白银 自此以后,这三百万两白银呢 好像成了往云南前线调拨白银不成文的规定 几乎啊,都是每次以百万,以三百万为基数 到了这个乾隆三十二年的五月 明锐兵发云南,要出关攻打缅甸 实际上明锐的大军还没到呢 钱就先到了 这乾隆皇帝往前线呢 又调拨了三百万 到了十二月,一年半的时间 用银多少啊 用银两百零五万两 这云南的方库里啊 存着,从这个中央调拨来的白银 就有三百九十四万余粮 您可听清楚了 这是第三次滇缅战争 接近尾声以后 这云南风库点的数 紧跟着这第四次的青年战争可就开始了 精略大学士复查复衡 领着冰可就下了西南 这乾隆皇帝为了让自己这个小舅子 抵替族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啊,在钱上边安排的是妥妥的 绝不让傅恒啊 在钱上边啊,着金建筑 他传指内务府 他说这个两怀岩商啊 捐款了一百万两白银 现在呢,已然息数压解到内务府的内库里了 这些钱呢,咱们装款专用 既然是这些盐商啊 他们有孝心 为朝廷招想 捐款啊,是为了前线的战事 所以说呀,一并送到云南 冲作军费 乾隆33年的3月 这乾隆皇帝又下旨于户部 在留存各类款项的情况下 再给钱线拨两百万两 到了4月份的时候 内务府广储司又把历年结余的一百五十万两 交于了户部方库 这钱呢,还没等入王库呢 这乾隆皇帝紧跟着指就来了 乾隆皇帝说现在户部 库躺充盈 此因无需存住不顾 驻往云南 共以军须 到了乾隆34年2月 复衡离京之时啊 这云南巡抚明德 因办理军绪请拨三百万两备用 这乾隆皇帝背都没打 直接让这个江宁藩户 拿出两百万两运到了云南 然后又从户部拨了一百万两给送过去了 到了六月份的时候 这钱线的准备基本上也差不多了 这乾隆皇帝啊 又从内务府广储司的库银当初 拨出一百万 存到户部 以备不时之需 咱们算了一下啊 这富衡到达了云南 到乾隆34年的六月份 账还没正式开打 这云南仓库里就有银呢 一千三百五十万两 这还不算呢 在京师户部的库房里给他装款专用准备的一百万两的备用银 这么一来啊 无论是从这个兵员上还是从军器上 在有这个医疗保障上后勤补给上 按这个乾隆皇帝和傅恒的想法啊 应该是万无一失了 那还等什么呀 开打吧 那么依照啊 这经略大学时富衡的意思 二月二十一日离开京师 到了三月二十四日 走了一个月的头上啊 到了云南省城 咱们也别歇着 立刻呀 就要跟缅甸交战 于是这富衡啊 就把这富将军阿贵呀 阿里滚呢 以及前来帮兵驻镇的伊犁将军 伊勒图等人叫到自己的大沃当中 一起呀 开作战会议 哎 商量这个禁军的路线 可是众将一碰头跟富衡说 大帅呀 这仗怎么暂且呀 还不能打 为什么呢 现在正值三月 大军深入缅甸内地 最迟也就是五月初 这梅雨季节可就要来了 到时候我连天阴雨 是烟仗思虐 奔一横行 咱们可就打不了仗了 就我们几个人商议呀 咱们应该呀 双将以后再出师 这富衡一听怎么着 什么主意 双将以后 那现在是春天 双将以后 等到什么时候啊 这双将以后啊 那可就是冬天了 难道咱们要在这 白白耗费大半年不行 你说你们这种想法 对得起皇上吗 这大军已经到了云南了 在这扎兵下来呀 只能是白白的耗费良想 而且呢 还容易滑入了 我方将士的锐气 一旦这大军的心态 松懈下来呀 你再想让他们紧绷上来 那哪有那么容易去 要说你们这几个人呢 都应该是军中老炮 用兵之法 你们怎么忘了呢 应该呀 趁军出智 极其锐而用之 我想一直以来呀 听咱们这个颠免战争的老听户啊 肯定觉得这重将说的对 实不知啊 这傅恒啊 说出这些话来 不是白说的 他是对以往 对免战争的成功战力 做了仔细研究的 当然了 这成功战力啊 并说的不是前三次的清免战争 这清免战争啊 前三次 压根儿 大清朝就没占着过什么便宜 于是啊 这经略大学师傅恒就着重的研究了一下元朝的对面战争 原来这元朝的蒙古人呢 打缅甸的时候走的并不是陆路 他们是由啊 这阿和阿西两道江啊 走水路顺流而下 那这是什么江呢 大致啊 就是现在的大金沙江 上一任的云南巡抚啊 鄂宁就向这个朝经建议过 他说呀 这云南的腾越地区的银江啊 顺流而下呀 就是新京 从这个新京啊 再顺流而下呢 到冰廊江就注入蛮目 可是呢 咱们这条水路啊 走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江里边啊 石块密布 江水啊 又水流湍急 从这个万丛山当中绕过 像这种水道啊 放木牌还可以 要是啊 放船运兵 肯定没戏 可是要说啊 这恶宁啊 他不白给 他说我侦查了 他说如果我们人呢 到下游去造船 绕过这些险滩 行动呢 再隐蔽着点 在江边附近设立船长 然后啊 再运至江边 顺流而下 哎 那就好办了 全是缓流 可以直抵阿瓦 对啊 这阿瓦呀 就是缅甸首都啊 要是这样算起来啊 连造船都算上 顶多一两个月 咱们大军呢 就可以兵围阿瓦城 围住了阿瓦城啊 这缅甸人肯定就慌了 没有工夫啊 在滚别的地方了 得保卫首都啊 于是啊 咱们再选一只 偏师 顺流而下 取墓书 这么一来 这缅甸不就平定了吗 这傅航觉得 当年 这巡抚 鄂宁的计策 非常好 这是一条啊 进攻缅甸 以水路取代 陆路进攻的妙计 于是这傅航啊 顶住了 其他副将 要求秋后进攻的压力 就把这个作战计划呀 报告给了乾隆皇帝 这才有得 阿里滚带商出战 一战工程 第四次对面之战 打了一个 开门红 请不吝点赞订阅